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弟兄姊妹主女平安 我是林彬 弟兄姊妹平安 我是芷山 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 查考提多书 芷山 是 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请人帮你写个介绍讯 或者你帮人写介绍讯 有啊 以前在我的工作崗位 或者出差办事的时候 都会带着公司的介绍讯 那你认为介绍讯应该怎么写呢 大约的内容是这样 我公司有一位同事 要去贵公司办理一些事 请你接待同帮他 那便签个名字再加上公司的图章 咦 为什么你会这样问呢 在提多书最后一段的经文 保来向提多介绍了四位弟兄 同时告诉他应该怎么去接待他们 我们先看一下提多书的三章十二节 提多书三章十二节 我打法阿提马或是推机鼓 到你那里去的时候 你要赶紧往尼哥波纳去见我 因为我已经定义在那里过冬 保罗告诉提多知 他打算派一个人去甲理底 接替他的工作 这样提多就可以再次和保罗回合 保罗提出两个人选 一个是马提亚 另外一个是推机鼓 这两个是什么人 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呢 我们对阿提马一无所知 这个名字从来都没有在新约圣经 或者其他的章节出现过 至于推机鼓 在新约圣经有五个地方提过它 根据这些经文我们知道 推机鼓是来自罗马总督管核的阿西亚 很有可能就是他的首都以弗所 哦 我想起他了 保罗曾经为耶路撒冷教会的贫苦信徒 募捐过一些款项 推机鼓就是其中一个将款项 带去耶路撒冷的人 保罗称呼他们是亲恶的弟兄 和在主里面忠心的仆人 原来推机鼓也是保罗其中一个同工来的 保罗将推机鼓送去甲里底接替提多 当阿提马或者推机鼓去到甲里底 承担起牧养教会的工作之后 提多就要尽快去到尼哥波纳和保罗会合 尼哥波纳究竟是什么地方来的呢 尼哥波纳是伊比鲁的首都 位于希腊的西海岸 在主前的三十二年 罗马皇帝奥古士督打败了安东尼 和埃及的女皇克利奥佩特拉的联军 为了纪念这一场胜利 罗马皇帝特意建造了这个城市 尼哥波纳这个名的意思是胜利之城 好了 我们要跟着看第十三节 看看保罗提到另外的两个人 提多书三章十三节 你要赶紧给律师西纳和阿波罗送行 叫他们没有缺乏 我们对西纳亦都是一无所知 保罗称他为律师 很有可能他是罗马的法律专家 至于阿波罗 他很有可能是 《司徒行传》第十八章提到 那位又有学问又能言善变的阿历山大人 阿波罗我就知道是谁 这个人有口才 有能力 能够博到很多犹太人 他印证圣经去证明耶稣是基督 在哥林多 阿波罗有美好的侍奉 曾经结出很多的果子 当时的情况可能是这样的 保罗交给西纳和阿波罗一个任务 要他将信送去甲里底给提多 当这个任务完成之后 他们就要去另外一个地方 所以保罗吩咐提多为他们送行 要给他们有充足的供应 我认为保罗想得很周到 就连谁为西纳和阿波罗送行都想起 保罗对童工的细心照顾 的确是我们的好榜样 保罗一向对童工都好像对亲人一样 彼此相爱 互相配搭 去福祉神和基督的教会 保罗为这四位童工安排好之后 经文来到第十四节 他再次提醒提多 教导信徒不可以偷懒 无结果子 提多书三章十四节 并且我们的人要学习正经事业 预备所需用的 免得不结果子 这里的教训应该是进一步延续三章八节的教导 说已经信了上帝的人 要留心去做正经的事 基督徒要自食其力 不可以做寄生虫 要热心行事 身体力行 将信仰发扬光大 这样才不会虚度此生 好了 我们要查这一卷书最后一节的经文 是提多书的三章十五节 提多书三章十五节 同我在一处的人都问你安 请待问那些因有信心爱我们的人安 愿因为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在信的结尾是保罗习惯性的问安 和写一些个别问候的说话 保罗首先向提多问安 然后就请提多帮他问候其他有相同信仰的人 因为信仰相同就容易彼此相爱 林彬啊 通常都是晚辈向长辈问安 不过保罗在这里就向主内的晚辈问安 让我深深感受到他的谦卑和甘愿服侍人的心墙 不但问安 保罗还特别说出一些含了恩典的祝福 他说 愿因为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保罗的祝福 不单只是向提多和在隔离底的人 他还包括所有的基督徒 你说是不是 没错 还包括和我们一起查考圣经的每一位弟兄姊妹 好了 我们查完整本的提多书了 暂时就停在这里 在下一集 我们会为大家做一个总结 弟兄姊妹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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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